まず是 歡迎收看今天的 不好意思 歡迎收看今天的旁後節目 那一開始 還是要跟各位來分享一下 今天是8月8號 父親節 在这边先恭喜所有的父亲节快乐 在8月5号大盘大跌1807点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拉回占买方 如果你真的有的话 相信你在今天8月8号 应该有在股市之中 拿到非常非常丰厚的父亲节礼物 所以一开始还是要来跟各位来讲一下 美股的后市要注意哪个地方 风险在哪里 所以你就要去观察一下 以及台股拉回 你还是要站在买方 好一开始啊 这个是美联社的报道 那美联社这个翻译都帮大家翻好了 简单来讲啦 美国选举 川普说什么 最近的这个经济啊 或者是股市的动荡 就是贺锦丽害的 简单来讲 他就是一直在抨击他的对手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各位就要知道 本来川普讲话就比较风言风语 他讲话比较大辣辣的 大烈烈的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总统选举以及中东的战争 其实在美国这个地方 甚至是这个经济的部分 这个是美国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那各位可以发现到 不管是纳斯达克 道琼指数 S&P500 甚至是费城半导体指数 其实各位 其实从图上就可以发现到 都是偏空的 都是偏空的 因为季线啊 或者是五日线啊 其实都是向下压 这个 并没有像我们台股 这么的强势 还可以站回这个五日线之上哦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各位 如果你真的是有买美股的 你自己要谨慎的操作 好 你自己要谨慎的操作 好 台股的部分 来了 台股的部分 其实我昨天有跟各位讲 你要注意一个事情嘛 第一个 融资余额 好 今天会从融资维持率的角度 去做切入 第二件事情 昨天不是还跟各位来 探讨这个缺口吗 向上 向下的跳空缺口 20982到21636 在这个跳空向下的这个缺口 还没有办法去做回补 主要是在哪里 量能嘛 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今天的量能 又再往下缩 缩到4045亿 整整缩了2000亿 所以你是下跌有量 上涨没量 你上涨没量 没有一个正式的攻击盘出来 我们就把它定调为 区间的盘整盘 那我本来就讲了 你在这个打到19662 打下来之后 你要再往上攻 要做一个V转向上 本来就比较难 这个我昨天就在这边跟各位讲过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管它是不是要去做打第二只脚 或者是要打第三只脚 做一个复合式的底型 好复合式的底型 其实我觉得对于台股中长线的角度来看 都会比较稳健 因为你既然筹码已经清洗的非常非常多了之后 那基本上 在这边打底 足底 直稳 上攻 其实我觉得这是投资朋友的一个 选 买股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现在来跟各位讲一下融资维持率的部分 因为 其实像这个永丰投雇 因为这是永丰投雇的报告 还是要讲一下 永丰投雇这边有去做一个 例年的融资维持率的这个 统计啦 那统计出来之后 我们先撇开2008年 2011年 因为这两年 基本上 大家有没有发现 都算是金融的危机 那金融的危机 各位可以看到 基本上啦 低点的时候 融资维持率大概落在120到130 甚至是在中国股灾的时候 台湾其实也有 或多或少受到影响 当时融资维持率也跌到了120% 好 2018年中美贸易战 跌到了145 2020年的COVID-19 又回到了120 可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 真的如果来到了 这个融资维持率120的时候 其实就是显示说 符额已经大幅度的洗清了 只能讲 大幅度的洗清了 所以我们在看到近期的事件喔 在2020年是来到120 2022年的时候 不是打到了这个 2022年不是从1月份 直接空头空到12月 不是12月 空头空到10月吗 11月吗 所以在那个过程之中 这个融资维子是 大幅度的一直 一直降降降降降降 降到了相对的低点 135才有去做止跌回稳 然后才去做另一波的上攻 那在昨天的时候融资维持率 是跌到了140 是跌到140喔 所以我觉得 现在的过程当中 融资的维持率 融资的维持率 已经修正到了相对的低档 各位不用太过度悲观 好 我们再用另外一个角度 去帮大家去做计算 这是我早上去画的一张图 这个是沸泼难系的系数 我自己去做画的啦 好 这边是2024416 我们把它做为0 那19662我们就答案1 所以如果说你这样子跌下来 跌了将近 4000多点的时候 跌下来之后呢 反弹到了多少 0.786 这是一个算一个 弱势的反弹 如果算强势的反弹呢 一定要过0.618 好 简单来讲啦 就是要过21478 好 我们就简单说 就一定要过21478 那个才叫强势的反弹 但是弱势的反弹呢 就是一定要谈过什么 20680 所以我们的低点 就先帮大家设定在20680 好 另外一个角度去做计算 就是从近期的高点开始跌 从8月开始跌22652 跌到多少 19662 19662 这样子跌下来多少 好 3000点嘛 差不多2000点嘛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到 这样子跌下来之后呢 跌下来之后呢 反弹我刚才讲了 不是强势的反弹吗 强势的反弹 反弹过了 这个是叫20804 0.618的位置 所以低点的部分 刚刚的20610 到现在的20804 这个就是低点 那高点呢 我们要强势的反弹 要突破嘛 要到20510 这个是强势的反弹 所以我帮大家 去做一个大盘的结论 大家已经听得不撒撒 所以我一定要帮大家 做一个结论 第一件事情 昨天我明明白白的 在5点35 这个时间点 昨天的节目 与钱同行 选股真功夫的这个节目 就明明白白的告诉大家 在5分35秒 到6分13秒的时候 我说了 如果真的有回来打 第二只脚 你一定要勇敢的 站在买方 这是我说过的话 我要请大家 记住的一句话 第二个 大盘的结论 区间的高低点 我帮大家做出来的意思是 如果真的有回来打 第二只脚来测到20680 你一定要勇敢 这是我们的想法 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基本上来讲 第一点 20680 今天是有手的 今天是有手的 那你今天 有手 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个什么 有买有卖的短线 价差操作 我刚才讲啦 现在就是打一个底型 如果它真的是一个 区间的震荡盘 本来低档要买 高档要卖 低档回来再做低接 我们来去做来回的价差操作 如果真的是一个多头波 V转的多头波 反转波 往上强势的要涨到24,000点 25,000点 26,000点 这种强势的上涨 这个时候你可以去买波段 你可以去报一个中长线 去报一个波段 但是现在的格局来看 我的想法 还是建议投资朋友 一定要做一个 短线的价差操作 那我昨天有讲这张图嘛 我知道有人啊 有网友回来 那个Lineat有说 欸 林老师讲错了 是 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 半信半疑中成长 在憧憬中成熟 在希望中毁灭 对 的确我昨天第四句话讲错 我觉得很棒 你有仔细听 好 你有仔细听 我偶尔会口误嘛 因为我昨天讲 在绝望中什么毁灭 好 要做更正啦 在希望中毁灭 所以基本上来讲 行情本来就在最绝望的时候诞生啊 在最绝望达到19,662点的时候 大家吓都吓得要死 融资断头断了非常多 非常的多 而且还有怎么样 追缴 还有追缴 还有什么违约交割啦 所以基本上在这么绝 绝对的绝望的这种情况下 行情就反弹了 行情就反弹了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的是 我们是不是有在低档的时候 在8月5号的时候 我还有带我的会员 然后何老师也有发一个扣讯嘛 他说林老师有买进这档 2368的镜像电 好 但是啊跟各位讲一下 镜像电的部分 我昨天是 我在8月5号是定价187嘛 一样 我本来就有跟各位讲过 187扣完之后 它就变18 187.5扣完之后 它就变跌停187 好 变一停之后呢 反正我们就在变一停价附近买嘛 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扣讯 在今天的过程当中 我请我们的会员定价211块附近 去做卖出短线获利了结 短线的获利了结 各位可以看一下今天的现行 是不是 短线去做一个价差操作 难道不好吗 难道不好吗 你卖在211 你卖在211以上 请问你不就是在低档的时候 在187块的时候 你有去做一个获利了结吗 这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开宗明义讲的 如果你真的有在8月5号 大盘大跌1807点的时候 你敢勇敢去接股票 不好意思啊 我要讲 我也没有买在镜像电的最低 买在171嘛 我买在相对低买 买在187嘛 那买在187的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真的有看着我们扣讯买 嘿 我就讲了啊 这个就是你最棒的父亲节礼物 你187买 买到今天这样子获利了结 你赚了13个percent 100万 赚13万 对吧 13个percent啊 赚13万啊 好你扣掉手续费那些 我们算你赚10万好不好 赚了很多了耶 大家不是都套牢套死 不然就是没有钱 没有资金 没有信心 不敢进场买股票 但是我们还在这边 有信心的告诉各位 你就是要买金像电 难道没有吗 难道没有吗 好 8月5号的抠讯 大减便于台股重挫1807点 当时还跌停800家 我就买了其中一家的跌停板 金像电 8月7号 涨停啊 昨天就涨停板啊 涨给你看啊 原因是什么 各位你就可以看一下 原因是什么 因为 金像电今年啊 它的这个新闻出来 在今天出来哦 我们在8月5号 带我们的会员庆场买进金像电 结果呢 8月8号 金像电的 头版头条 在那个证券版的 这个小篇幅啦 小篇幅出现 金像电 今年拼转育一个股本 这个不就我昨天跟各位讲的吗 金像电在去年的获利是7块钱 法人预估可以来到11到12块 我讲的 我影片发的还比这个报导还要来的快 那你到底是要看报导 去做股票 还是看我们的节目来做股票 还是看我们的节目来做股票 我的节目这样子 跟昨天跟各位讲 我说7块 去年赚7块 今年赚11到12块 各位可以去翻啊 那个影片都有 所以我说金像电今年你说去赚 那个本益比 你说本益比赚20倍 你11块乘以20倍的 你220 你说目标价220 我今天卖211 213 这是何老师在11点的时候有call嘛 请问 不就是有做一个短线的获利价差操作吗 这不就是我们在片头 我们在大盘的结论 不就是跟各位开宗民意的讲 你就是要做一个短线的加差操作 有买有卖快赚金像电 金像电讲完了 还有一档就叫新科嘛 新科的部分 我们就简单跟各位带一下 第二季的合并营收 激增268个percent 毛利率既成长334个percent 顺后存益 EPS 多少 0.28 好 0.28 有没有成长 有没有获利 有 老实讲是有哦 来我跟各位看一下 3535的精彩科 一样哦 都是FOPLP的面板级散出型封装的股票 请问 他第一季是亏钱还是赚钱 赔钱 对吧 -0.13 来 3580 有微科 赔钱 3481 群创 赔钱 那 来我们来看我们刚刚的 3663 赚钱 请问你是要买赔钱的股票 还是赚钱的股票 FOPLP这个产业的前景其实跟这个CPU比较不一样 你一定是要CPU先领先 你FOPLP它是比较落后的 本来非常多的公司在今年在面板级散出型封装这个产业 它不是赚钱的 它不一定会赚钱 它要等到明年等到后年才会赚钱 那最近为什么这些股票 那最近为什么这些股票FOPLP的涨这么凶 题材嘛 大家有个梦 大家就会去追 那既然是这样的情况下 各位你一定要了解 如果真的是多头形态的情况下 你要去追我没有意见 因为涨时重视 但是现在是跌的时候 在修正的过程当中 跌时什么 重值啊 重值啊 请问它第一季新科各位带一下 是不是新科有赚钱 我刚刚带的那三档 有微科、精彩科、群创全部都赔钱 你各位自己可以去看一下自己的看盘软体嘛 这个看盘软体不能做假的啊 好 简单来讲 既然是这样的话 7月17是不是也跟各位讲 买61.5 买61.5啊 7月26涨停板 7月30第二根涨停板 7月31 9.57就下课 9.57就下课 结果我们在8月1号 这个是我做的嘛 8月1号 我说啊 我在这边补上 61.5到88.6 赚了44个percent 一样啊 你100万可以赚44万 那你不就先获利入贷吗 你不就先获利入贷 先放口袋吗 当时的大盘不是还在往下修正吗 我不会讲空头 不好意思 因为他没有达到 那个两成之下 你自己算24416乘以0.8 他并没有来到 所以我不会讲空头 我只能讲他是修正的震荡整理 中断的整理 我不会讲他是空头啊 我不会讲熊来啦 好 既然是这样的话 星科你一定说 老师啊 林老师啊 你只会讲以前的事情 今天都已经8月8号了 你还在跟我讲8月1号的星科 你会被笑死人 这个电脑图卡 图卡电脑打的 大家都会 年轻人嘛 大家都会打 我也会打 那重点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在8月5号的时候 还跟各位讲 8月5号我不是讲了吗 大盘大跌啊 我们还说要买星科 72块 请问72块的星科 在当时在8月5号的时候 是跌停板 跌停板哦 结果呢 是不是跟各位讲 跌停板就是要占买方 买跌停啊 8月5号买跌停啊 难道错了吗 结果我们说 8月6号短线获利 什么叫短线获利 一开盘建议观众朋友 我要讲观众朋友 因为你看我们节目的 果然是观众朋友 要卖啊 要卖啊 盘中何老师有讲嘛 要占卖方嘛 拉回来第一点是买 一定就是拉回来占买方 冲上去了不要追 不要买 为什么我现在跟郝老师 这样子去做一加一 为什么去做一加一 为什么要做双响炮 因为我们的方向 我们的选股逻辑 我们的卖股逻辑是一样的 我们从来不会叫我们的观众朋友 不会叫我们的会员去追高股票 现在很多的股票 打下来之后 都是一个相对的低档 相对的低档 你随便去买 基本上 你放冲长线来看 你放一个短线来看 你挑对股票 你是有一个丰厚的获利 你是有一个丰厚的获利 好 新科的部分 打回来 第一点 是不是跌停板 又一个65块 也是叫你买 好你这边没有卖的 今天一定要记得 我们发了口讯 8月8号11点17分 83块以上 获利出场 我这边打了 最棒的父亲节礼物 各位可以想一下 72块到83块也是11块钱 也是11块钱 你100万是不是可以赚11万 11块钱嘛 我们没有算%数嘛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算%数 至少可以来到13、14个%哦 那不就是可以赚13万、14万 好 这个不谈 重点是 我们也是来做一个 有买 有卖 来回赚价差 好 来跟各位看一下 来新科 我知道你会说 老师 你今天没有卖到涨顶板 你今天没有卖到涨顶板 拜托 这个大量 谁会知道啊 我们已经卖在相对高了好不好 83块 叫你不要再追了 你再冲上去 不用再追了 等它跌下来 跌回来了 你可以再占买方 我们也是这样子啊 来回赚价差 来回做价差 我们来这不是打跌停叫你买 打跌停也叫你买 打到65块也叫你买 打到72块也叫你买 就是这样子买跌不买涨 买跌不买涨 不要做追高的动作 其实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节目上去做 替观众朋友做呼吁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们每次都不听啊 每次都追高股票啊 我每次在帮各位去做那个 持股诊断的时候 每次都看到啊 怎么套那么深 怎么好像每次这档股票的高点在90块 你就买在88块 买在85块 你是不是每次都追高 啊我们不是 我们都是叫你不要追 不要追 要注意风险 不要追 底下来再占买方 好 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讲一下机器人概念股 以及啊 我们今天有盖牌哦 如果你真的对于盖牌股有兴趣的 欢迎来电 好机器人的部分 昨天讲过嘛 年复合成长率21% 我们这边就不再赘述 机器人展 展出的项目 这个是这个官网显示出来的 我帮各位打出来啦 智慧工厂工业自动化的这个部分 我只有带一档股票 2464的盟利 我今天一样会讲盟利啊 盟利的部分 请问 它有没有打底出来 有 我老实讲它是有 季线是翻扬向上的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季线是翻扬向上的 而且它打到季线之后 季线有手 请问 它有没有比大盘还要来的强势 有啊 大盘不在季线之下吗 你个股还在季线之上 显示什么 它比大盘还要抗跌 它比指数还要抗跌 而且怎么样 两天没有过低嘛 我们要注意 明天如果三天没有破低点 哇 大家就注意哦 而且KD已经 持续的翻扬向上了哦 融资鱼儿怎么样 有向下修正嘛 大家不是都在看融资鱼儿融资维持率吗 那请问这种融资鱼儿有下降的这种股票 各位不就可以好好来注意吗 那你说盟利到底有什么题材 老师你一直讲蒙利蒙利蒙利 蒙利到底有什么题材 五个字嘛 半导体天车 其实大家听到半导体天车 一定会想到日商 因为基本上日商的这个专利 它那个半导体天车 天车就是在那个空中 在轨道上运输的这个叫天车 好 既然是这样子的情况下 基本上这种产品都被日商所垄断 但是日商的这个专利在今年到期之后 专利到期之后 有些份额就会流入给什么 台湾的厂商哦 其中有一家就叫蒙利嘛 各位可以看得到啊 这个天车轨道 它就在天空那个天花板上这边去做运作 去做运行嘛 那现阶段有五十到一百台可以做运行 这是正常的 但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五十到一百台好少 很少啊 可是Foundry厂 晶圆厂 它是三千到五千台 那个才叫多啊 那到底这个Foundry厂 这个三千到五千台 什么时候出货 什么时候可以启用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因为在铜锣厂的部分 大客户啊 已经陆陆续续 这是好消息哦 已经陆陆续续去在做检测 在做封测的情况 那如果真的封测出来了 专利又到期了 各位思想一个问题 你五十到一百台 营收有多少 但是三千到五千台 营收又有多少 所以你各位可以好好的注意一下 这档盟利哦 高峰 跌升就是要买 三十四点四五 是不是就叫你买 跌厅也是叫你买 均线多头排列啊 均线多头排列的个股不多了 还是可以续报啊 沁腾跌停怕了什么 这我昨天打的嘛 跌停怕了什么 跌下来 真的上涨的机会很大 昨天一根涨停板 今天再攻涨停板 哎两根涨停板了 两根涨停板了 那哑光也不用再多谈了吧 63.5买 这个大家都看过 好重点是什么 真的很强啊 比大盘还抗跌啊 来那样打下来之后 这边再打一个破线 就是往上拉 我们有没有卖 没有卖 完全没有卖 叫会员报劳报警 继续赚 因为他真的有机会去挑战前高 99.3 KD指标一样啊 还是向上啊 按老师说 老师融资源很高 这个我就不想讲了 真的我不想讲了 原因 我昨天不是带了吗 产品结构嘛 产品结构啊 亚光 有什么好谈的 你看 99.1 我觉得他是会过啦 这个我就不谈 因为我们谈亚光 非常多天 我觉得重点是这一件事情 未来你到底要布局什么 因为你说 亚光过了 庆腾过了 高峰过了 金像电过了 星科也过了 这么多档股票都过了 我们就布局未来嘛 从今天开始 从8月9号开始 好 第一个 这档个股 产业状况 我们先讲获利啊 法人预估获利 会比去年成长55% EPS会在今年成长55% 请问 产业前景是不是向上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他的产品 AI伺服器的产品是单价 全部公司的单价四倍 你原本四百块 全部公司产品假设是一百块 你卖一个AI伺服器 等于全公司要卖四件 那请问 AI是不是未来的产业的前景 是不是未来的趋势 而且今天技术面向下的跳空缺口 也有回补哦 也有做回补 而且KD指标正式的向上 我相信啊 他会有机会走一波的反弹波 我们就怎么样 快赚嘛 赶快拨打电话 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记得要赶快的拨打电话 0800370888 甚至可以叫我LINE 可以好好的询问一下 这一档持股哦 好 我知道啦 大家都很怕东怕西啊 我知道 大家就觉得 到底会不会在打第二只脚嘛 大鹏会不会沉入我这边的预期 在20610这边去做打底 去做震荡 去做一个复合的顶行 真的不要让犹豫 断了你赚钱的好时机 的确 第三季是先蹲后跳 他本来第七 七月份开始蹲了嘛 八月开始震荡嘛 但是九月十月呢 我相信他会开始往上跳 好 我相信他会开始往上跳 所以以目前的格局来讲 在低档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选对好的分析师团队啊 我跟何老师是一加一大于二啊 一加一大于二 你不要像你去参加一些老师 然后你有什么套牢的 啊 庄不知道 哎 没关系 报牢继续赚 庄不知道 然后庄没看到 庄没喊过 你要的是这种分析师吗 我相信不是啊 我相信有些的分析师 很会行销 但是真的来做股票的时候 哎呦 做一套 做一套 各位可以相信我 因为我在今天 也在跟我们的会员说 今天你可以去做一些的太弱流强的动作 然后呢 把一些资金回收 甚至是可以做一些低借的动作 我们来做一个短线的价差操作 相信我 帮你吸收一些不良的会席 帮你太弱流强 如果你真的有任何的持股的问题 甚至是你想要布局未来产业的焦点 欢迎你拨打免费的咨询专线 370800 370888 甚至可以叫我的LINE 小老鼠1789 让我们一起发很久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向股市霸王花和淮珍 带着您与钱同行